三骑稍稍绕远路去了一趟青路洞书院,师徒三人在山脚停马,将马匹交给书院杂役喂养马草,然后徒步拾接而上。 徐凤年虽然赶路很急,但登山很缓。 正是在这条山道上,他曾经跟高树路有过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相抵,那之后他得到了天人体魄,呵呵姑娘也带着那顶不合时宜的雕帽去拦截王先知,以卵击石一般。 徐凤年在半山腰梁亭歇脚时,眺望幽州山川,没来由记起了大雪坪上的那个说出情劳祖宗赴死的读书人。 徐凤年斜靠着一根书院在年初重新刷过朱漆的鲜红亭柱,自言自语道,轩辕竟成,我去年赠书灰山,也许你女儿会疑神疑鬼,以为我又是想着跟她做什么买卖,其实不过是希望能多一些江湖种子。 轩辕清风以为我不知道赵皇朝临死出窍后所做的手脚,我只是不想追究计较而已,她想以女子身份做武林盟主,做徽山大雪坪的王先知,都随她去好了。 再过一百年,以后的草莽龙蛇,恐怕天象境界都比如今的陆地神仙还要稀罕,更不会有读书人以读书读出一个如胜境界。 当年你说了一句话,皮肤汗大树,可静不自量,那会儿没有什么感触,如今回想到我北梁的处境,确实难免心有欺欺然。 脸上淤青还没有彻底消失的吕云长轻声嘀咕道,师父,去毕山县也就罢了,毕竟有陪一地指符一地指符本地指符读小说那么风华绝代的女子,冷落了不好。 可这座青路洞山,在半山这儿我就能听到那些读书声,我脑壳子都疼了。 师父你说你来做啥,我可是先说好了,若是没有第二个陪疑,而只是来书院听人背书,我可就真要翻脸的。 到时候我手起刀落手起刀落再手起刀落,把那些读书人砍杀的人养马翻。 余帝隆怒道,吕云长,还没打够是不是?信不信我一拳捶死你? 吕云长也跳脚,一脸忧愿望向徐凤年,无比委屈道,师父,你偏心大师兄,王老怪的秘籍交给他保管也就罢了,连师父你老爷他老人家那部毕生心血的刀谱,也一并给了大师兄,我是路边捡回来交给后娘养的是不是? 徐凤年双指弯曲在吕云长脑门上轻轻一扣,微笑道,不是我小气,或是偏心于地龙,而是那两样东西与你不合心意,等我将来也有些武学心得,只要有机会编转成谱,到时候只会送给你,而不是于地龙和王生。 吕云长惊喜道,当真。徐凤年轻声道,继续上山。跟在徐凤年屁股后头的吕云长得意洋洋撇了一眼于地龙,后者翻了个白眼。 徐凤年笑问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佛教寺庙多建在山脚,大的道教宫庙却多在山顶,而儒家的书院,往往喜欢在山路绊腰。 吕云长不假思索道,秃驴们喜欢香火钱,怕香客爬山太累。 道教那些臭牛鼻子都是求什么长生不老啊正道飞生啊,自然要挑一个离神仙最近的地方,每天送金拍马屁,神仙们才听得到吗? 至于读书人咋想的,大概是山脚山顶都给人霸占了去,只好在山腰盖房子了吧? 师父,我这个说法是不是很有道理? 徐凤年不治可否,继续问道,帝龙,你是怎么想的? 于帝龙不过是个牧羊童出身,这辈子就根本没见过什么道观寺庙书院,对于如是道三教也从无了解,自然一头雾水,可既然师父发话问了,这个孩子也就只好硬着皮头去想这个问题,他终于有点明白吕云长所谓的脑壳自疼了。 好在师父善解人意,很快就转头笑道,暂时想不明白就别想了,但是长大以后,在遇到什么事情,可想可不想的时候,多想一想。 可做可不做的时候,不妨去做一下。 人活一世,自保无余之计,只求自己念头通达,不顾他人的顺心如意,那样的陆地神仙,不做也罢。 于帝龙使劲点头道,记下了。 三人来到青鹿洞书院门口,这里有五人入院卸甲摘刀的规矩,当然正是徐凤年本人定立的,只不过于帝龙不愿摘下那柄大个子的颤刀,吕云长也不乐意跟被他昵称为大脚媳妇的大双长刀分离。 两人就只好在书院外的开阔广场上等着,徐凤年把腰间北梁刀摘下放入搁在门口两侧的一只大竹楼里,里头已经有六七把剑碎华美剑的名贵长剑,如今北梁境内不许私人携配战刀,否则就要给锦衣尤其丢入监狱,没有半点情面可言。 否则徐凤年估计镂筐里就是六七把刀柄镶镶珠玉的北梁刀了。 黎阳朝廷不经各地书院,上因学宫便是天底下最著名的私学,但是肇事也不对此扶持,书院创办者多是地方上的名师素儒,极少有当地首土官员担任这类山长洞主,北梁则是个异类,在徐凤年亲自关注下,时下北梁优良零三周的十几家书院,不但由清凉山和各地官府出钱出力,且不许官员阻碍谈压书院的各种针边时事, 像这座青鹿洞书院的洞主就是曾经享誉黎阳朝野的地方严官领袖黄长。 虽说这些书院是徐凤年这个西北藩王竭尽全力开辟出来的净土,可那群父梁氏子可不讲究什么有乃便是娘, 当幽州战士告急的时刻,尤其是卧宫霞光两城接连告破,就以书院骂声和非议声最大,然后或多或少蔓延到民间市井,人心浮动。 不但是燕文鸾这些功勋武将对此深恶痛绝,就连幽州刺史胡逵和正统文人出身的梁州刺史田培芳, 都不约而同跟赴金略史宋栋明表达了忧虑,但是如金略史李公德这些官场上的有识之士, 都心之肚明,书院的走向,其实还得看北梁王如何一锤定音, 当然,绝大多数北梁当地官员都觉得这帮绣花枕头竟然赶明着让北梁王难堪, 下场多半好不到哪里去,尤其是当玉鸾刀万旗在葫芦口外建功使得幽州战况得到缓解后, 都觉得是时候杀鸡锦猴了,好好杀一杀这股阴风阴雨了。 然后徐凤年就在这种时候走入了书生琅琅的青鹿洞书院, 因为他当时只在院门口会见了黄肠等人,书院内又多外地世子, 世外桃源的此地也没谁认出他来, 只当作是来书院求学的北梁世家子。 徐凤年进入一座书楼,书院讲学以儒家荆棘为主, 旁吉史书诗文,兼获议论史证。 今日就是一场由大儒主持的集中讲解,书楼宽敞, 地上摆放了一百余章蒲团,公世子听众们席地而坐,蒲团仍是不够用, 像从后门进入的徐凤年就只能在后边随便坐下。 那位科举功名不过举人的大儒正在讲解致意之术, 有点酒品高手大四评点五道宗师的嫌疑, 不过徐凤年认真听了片刻后,仍是觉得受益匪浅, 尤其是大儒在猜题仪式上,颇有见地, 梁帝世子来年赴京赶考参与春围,也许可以多几人金榜提名。 北梁对世子肥水外流一事,自徐霄起,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从严节西到姚白峰入京任职,徐霄都没有刻意刁难, 而徐凤年对那个孙吟也是乐见其成,原因很简单, 李毅山曾经打过一个比方, 幼鸟帐城上有闲识为其母的繁补,何况人呼。 当时少年世子殿下还是疑惑不解, 李毅山笑着说也许识人中只有寥寥一二人对北梁心怀感恩, 但是已经足够。 如果把识人都禁锢在北梁当地, 截断了他们功名仕途的青云路, 那可就是识之,都要对北梁心怀仇恨了。 接下来那名大儒也拣选了几个没那么枯燥的话题, 让一百多名年轻世子各书己见, 有皇帝陛下的设立六馆, 以及下令让十二名画坛国首为春秋功臣画像, 还有如何看待当今天子准其肖像入寺功臣庙, 裴祭太庙, 最主要是大儒笑咪咪让世子们猜测那裴祭画像之中, 会不会有老梁王, 若是有,又会是哪一位丹青圣手来描绘, 是那贺家也意, 柳家富贵美誉的贺柳之一, 还是那善化佛像, 鬼神由其牵手眼祥魔必像著称于世的小魏池, 要不然是那位心尽以诗化相献为当今天子亲笔尾提正家三绝的正思讯。 书楼内议论纷纷,热闹非凡。 徐凤年有些感慨, 赵传在既北给一万优奇下了各套后, 又在兵部关正边陲的示威西北后, 很快就来了一手刚柔并记, 有小道消息传出宫外, 说皇帝陛下要在徐霄嗜好仪式上朝廷有亏, 要追识大将军徐霄, 至于这个有亏当然是当时的首府大人张巨露造就的, 而他新君赵传和他的新朝则是竭力补救。 如果说这是中书令齐阳龙的手笔, 徐凤年不奇怪, 如果是赵传自己的意思, 那就很值得忧虑深思了。 徐凤年不担心一个小肚鸡肠的黎阳皇帝, 相反赵传越是不拘小节, 北梁的处境只会越是艰险。 赵传对北梁或者说对他徐凤年是心怀严重敌意的, 继北和曹韵两世已经表露明显, 赵传给徐霄越多, 必定要从徐凤年手上索要更多, 给的, 都是虚的, 要的, 则都是实打实的。 但这种取舍, 在黎阳朝野上下眼中, 却又是很讲理的。 徐凤年陷入沉思, 然后突然被一阵吵架声打扰。 原来是身边阵营对立的七八名外乡和本地市子突然开始争吵起来, 是在争吵那霞光城和石被北莽攻破以及虎头城的稳固程度, 对于霞光城在幽州二十多万兵马攻势下的沦陷, 双方都没有异议, 但是北梁当地读书人觉得起码可以再支撑个一旬半月, 外地市子则在卧宫鸾鹤的前车之舰下, 认为霞光城指日可破。 至于号称西北第一雄镇的虎头城, 争执更加激烈, 前者觉得坚持一个月就算大功告成, 后者近乎盲目相信虎头城可以成为第二座中原砥柱的, 湘帆城, 成为北莽骑军洪流中的北梁砥柱。 在这期间, 又有鲜明对立, 双方就徐凤年亲自出现在葫芦口外打得北莽补给县瘫痪, 又是炒得面红耳赤, 外乡读书人信奉那千金之子坐步锤堂, 说徐凤年这种以身涉险的幼稚举动, 是想做那名锤青史的英雄人物, 是幼稚心态作祟, 非但不能称赞, 如果是那皇帝, 还要遭到弹劾, 得下罪己诏。 北梁世子终究是嘴捉一些, 许多辩驳都词不达意, 赴梁世子饱读诗书, 总能拿出一环扣一环的圣贤道理来冷嘲热讽。 到最后, 骂仗输了的北梁读书人不愧是土生土长的北梁人, 差一点就要卷起锈管跟那帮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王八蛋用拳头说道理了, 结果被一名上音学公世子斜眼骂了句火上浇油的蛮子, 这下子就彻底乱套了, 一时间徐凤年身边拳头口水齐飞, 好不热闹。 北梁读书人本以为骂价不沾便宜, 仗着人高马大, 打架总不会吃亏, 不曾想那有两个外地柿子还是习过五练过把式的文武双拳。 始终习地而坐仍是被殃及驰鱼的徐凤年抬手挡住一只鞋底板, 轻轻推开。 很快就得转头躲过某人的一口唾沫, 然后扶住一个给人打得亮呛后仰的读书人。 那些个登山求学把配件放在竹楼里的北梁江总是家子稍家打听, 当场就怒了, 几乎是跳着越过很多世子的头顶, 投入了战场, 一下子就把劣势局面给搬回来了。 那个曾经在上音学宫负责讲精确喜好兵学的大儒, 倒是一点都不觉得有辱斯文, 非但没有力声呵斥, 反而笑着蔫须, 席地而坐, 对双方那些拳脚功夫进行精彩评点。 赶来北梁的外乡世子, 如果没有点血性是没有这胆识气魄的, 所以这场架打得愈演愈烈, 很快就有人见血, 即便如此, 也无人退缩, 先是那些慕名而来的将种子弟作为北梁一方的援兵加入战场, 他们的出手, 很快就引发了所有书楼内北梁世子的共鸣, 纷纷起身, 向书楼后方沙场狂奔过去, 然后很快也有外地世子以黎阳各道各州同乡身份抱团, 前去驻镇。 那名大儒仍是不着急, 眼睁睁看着坐着的读书人越来越少, 许多小胳膊细腿低世子也起身冲了过去, 就算不打架, 也会在外围鼓吹造势。 徐凤年出手帮了本地人几次, 只不过极有分寸, 只是帮他们挡下一些出手过重的招式, 其中一位将种子弟的狠辣辽阴腿也给他悄悄扯住领口往回拉了几步。 到最后, 书楼后方战士告一段落明金收兵, 双方气势汹汹对峙, 大眼瞪小眼,随时准备开始下一场大战。 徐凤年当然是站在本地世子这一边, 身边有个幽州将种门庭的顽固子弟嘴角渗出血丝, 一边疼得呲牙咧嘴, 一边扭头对帮他挡下一拳头的徐凤年笑着说道, 哥们, 刚才谢了, 回头下山请你喝花酒。 这帮龟孙子, 老子早就看不顺眼了。 对了, 我叫杨慧之, 涉流郡的, 到了郡内, 报我的名字, 保管你万事太平, 当然, 别做杀人越货的勾当, 这种事情连我都不敢做。 洞主黄长闻讯赶来, 跑着进入书楼, 怒喝道, 书院是读书人休奇置评之处, 你们成何体统? 有力气打架, 去投军北梁边关。 黄长也不看那经未分明的两帮人, 对那名老神在在的大如讲师轻声叹息, 道, 薛记, 你也不稍加管束。 那叫薛记的大如笑了笑, 伸手随意指了指身后悬挂在墙壁上的一幅字画, 我们读书人, 不怕道理讲不通, 就怕不讲道理。 心平气和是讲, 大打出手也是讲, 总比憋在肚子里等着以后秋后算账来得好, 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多年后, 在官场上为高权重的教训官小的, 官小的欺负不当官的, 不当官的就只能去欺负老百姓, 岂不是太可怕了? 还不如今天大伙打完了架, 把气给消了, 也就能坐下来继续说道说道了。 洞主, 我这不是等着他们打不动了, 静下心来, 我才开导劝解一二吗? 书楼内这些半桶水, 平时一个个晃荡的厉害, 不吃过亏, 是不会济世的。 黄长哭笑不得, 无奈道, 老靴, 你啊你啊。 黄长眼角余光突然瞥见一个身影, 顿时心头一震。 现在北梁官场可都是在等着看各大书院的好戏, 黄长对于文人义正一事, 是绝对持有支持态度的, 可是对于山上书院内对边关军务指手画脚导致山下民心动荡的苗头迹象, 老人不是没有忧虑。 虽说当初北梁王答应了他和官府不掺和书院事务, 也放话准许书院绝对不会因言获罪, 甚至庇护读书人不受兵戈之灾五人之辱。 但是黄长心底还是不太相信年轻气盛的北梁王真能当个甩手掌柜, 何况此时的确是书院闹事在先。 所以当青鹿洞洞主看到徐凤年出现在战场之中, 顿时透新凉,难不成徐凤年要上纲上线? 北梁的读书种子还未扎根,就要半途而废。 黄长不愧是硬骨头,越是新凉,越不肯退步, 他走上前几步,对徐凤年直言不会问道, 北梁王来此,是要兴师问罪。 是要关闭书院,是不许北梁读书人读书。 徐凤年摇了摇头,看了掩纳福字,平静道, 我原本只是想来看一看,看了就走。 不过现在放心很多,墙上纳福字, 是千秋大事,最费思量。 徐凤年环视四周,微笑道, 希望各位读书人,好好思量,思量之后,声音才重。 你我共勉。 徐凤年面朝那名讲学大儒, 对其轻轻作一,这个道理是先生教的, 徐凤年受教了。 徐凤本该也本想赶紧起身还礼, 但是不知为何,那一刻, 这个在上因学功郁郁不得志的老儒生, 硬生生把屁股放回蒲团, 直起腰杆,不言不语,承受了这一一。 在年轻北梁王和洞主黄长离开书楼很久后, 徐凤仍是纹丝不动, 老人最后低头伸手在蒲团外的地面上摸了摸, 谁说北梁土地里,指出骑马披甲的僵种, 出不了读书种子。 学济面对那群至今还没有缓过神的年轻读书人, 抬起手往下按了按, 神态意气飞扬, 你们都坐下。 我学济今天最后就讲一讲如何思量, 才是我被读书人该有的思量。